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系呢 这里头有几个说法 说四川那个地方啊 上山的时候 有种交通工具叫划杆 俩大小伙子 两边竹竿 当家人搁个软兜 这人呢 坐到那软兜上 呼声呼声 抬着上山 寄凉快还舒服 咱们看那个块板书 那个华英山 华英山 威鹅耸利万丈多 说的精彩这时候啊 一乘花杆下了山坡 我这唱快板的跟你讲 这花杆啊 是四川当地什么 一种交通工具 说这又坐上花杆了 说讲好价格 可是山势崎岖 走到险峻之处啊 要费劲了 要较劲了 往往这个时候 抬花杆的人呢 希望坐花杆的人多交俩钱 给我们点赏钱 怎么着呢 拿手啊 就敲着竹竿 当当 当当 意思是在地上太不好走了 您财主您给加俩钱吧 后人管这个叫敲竹杠 意思是额外再要俩钱 这是一种说法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比这个形象 怎么叫敲竹杠呢 这个大清末年呢 咱们都知道这个鸦片战争之前 这个洋人把大量的鸦片弄进来 赚走了咱不少银子 后来才有林泽徐虎门硝烟 那么各个地方也开始呢 紧着烟土 云南呢 干烟土生意的人呢 就想把这烟土啊 贩卖到北方有钱的地方 可是沿路之上呢 查得很厉害 怎么办 他们想个办法 竹子啊 在开始长的时候 他就把烟土搁竹子里头 等竹子长成之后呢 那缝都没了 你看不出来了 溜圆 在这时候用竹子呢 做成竹竿啊 气敏啊 等等等等 把拿到船上去 谁也看不出这里藏烟土 那时候也没有红外线 紫外线这些检测仪 所以这么云南这个烟土商人呢 船上拉着别的货 搁这个竹竿的竹杠里头 装了一下烟土 一路之上呢 沿水路走到宁泊 宁泊这检查的上来查 一看也没什么呀 甚至非要通过呢 他没想到这竹杠里头 有这烟土 这时候上了个师爷 绍兴师爷 上了师爷标准达伯穿长衫 大辫子 这抽汗烟 上船说我看看 东看西看也没看什么 这时候呢 他又换一袋烟 他就把这烟的锅拿出来 想把里头烟灰磕出去 磕在哪呢 正好呢有竹杠 敲个七八像 烟灰倒出来 他这一敲不要紧 把船舱外那个商人 这船主可吓坏了 坏了 被他发现了 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他发现怎么不喊人呢 这是警告我的 是不是想卡点油 说是赶紧进到里头 从兜里掏出眼 搁这布包裹不裹吧 这位师爷 从老家给您带点土特产 一点这云南的这 吃吃喝喝 您笑呢 这师爷挺纳闷 给我干嘛 一伸手一摸 硬的 这师爷是聪明人 反应挺快 准是这船上有事 有伪劲品 他怕查出来 哪有伪劲品 没看着 管哪个的 闷声发大财 把钱拿过来 揣兜里 送水水人情 以后注意安全 大摇大摆 他下去了 这后来同行 有不少人知道这事了 也发现了 这竹杠里头有烟土 这才想起当初那师爷 敲那几下子 无意之间 促成了一个典故的产生 就在今天说这 敲竹杠